凤凰男是什么意思 凤凰男呢顾名思义 指的是那些出身贫寒 几经辛苦考上大学 毕业后留在城市工作生活的男子 生活的残酷与艰辛 给他们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这使得他们普遍具有家境良好的人 所不具有的吃苦耐劳的精神 以及拼搏的痕迹 这给他们带来了事业上的发展 凤凰男是金窝里飞出来的金凤凰 虽然离开农村自然地深找环境 但是仍然保留许多农村的 朴素观念和传统思想 当他们选择了身边的城市女子 并和她们携手走入婚姻殿堂 一部分夫妇许多观念上有时会有不同 个别家庭冲突不断 凤凰男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是与孔雀女相统一的概念 并不是所有的农村 通过高考出来的男性就是凤凰男 也不是说所有城市的女性就是孔雀女